政府打房动作频频 为了吸引消费者 业者以区隔市场的策略 希望可以在市场上一军突起 那么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打的淡海新市政 最近都出现每瓶开价 逼近50万元的豪宅建案 不同于附近的建案是以小瓶数为诉求 采取大瓶数规划来区隔市场 加上特别设计的建筑外观 推完不久就有将近五成的销量 甚至还有不少是国际买方 像是香港 印度 也有中国买方 寻法定途径审查购屋 也献下了不少同业